印象中川菜都很辣 不过台北有一家开了32年的川菜店 居然推出甜的川菜 一块来看 川菜不是辣就是麻 不过这一道居然是甜的 叫做核桃泥 先把蛋白打发 蛋黄可不能丢掉 得和洋地瓜冬瓜糖和鸡饼 过再快 接着大火快炒 得炒得又松又软 再放上蛋白和核桃 这道甜的川菜就能上桌 有啊 很特别啊 就是有点甜甜的 就还蛮清爽的 会有点觉得好像在吃蛋糕 也有点 这个核桃泥在以前的话是酒席 酒席里面的一个甜点 因为这种菜是属于老菜 现在一般比较少做 川菜吃甜的 常吃的糖醋排骨要用粘熏的 先把排骨大火汆烫 接着丢进油锅 松出肉汁甜味 先别急着吃 老板拿出大锅子 放上红糖准备烟熏 糖 花椒 葱姜 把它腥的有那个烟熏味的香味 要在蘸这个花椒盐吃 等于一些椒盐味道 好吃 吃起来的口感 QQ很有嚼劲 除了四川老菜 常吃的公饱花枝和干扁四季豆 也难不倒他 难怪吃饭时间总是满满人潮 老板甚至还被请到大阪 教川菜呢 明星万家梅 陈嘉阳 台北报导